这是我的特务 我是猪妹 今天我们接下来看鬼灭之人 童眼漫画小故事 炭治郎偷看香蕾乎混衣服 被蝴蝶忍出眼睛 儿黑小白内和甘露斯密� owner 转身到现在第一次相遇的故事 还有无限列车篇后 新兽狼的遗体回家 故事1 炭治郎对大雄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炭治郎倒在了地上 他的刀也断了 他盯着前面十分的凹丧 这个怪实在太强了 刀也断掉了 可恶 让炭治郎如此忌惮的人物 争取从海贼王世界乱入到鬼灭世界的宝君大胸 炭治郎看到奥子逼近的大胸 这时突然传来有人跑步的声音 哒哒哒哒 游远接近 一只猪举着自己的双刀冲了过来 不要欺负我的小弟 猪徒猛进 猪徒猛进 一只猪双手交叉 做出攻击的姿势 朝着大雄的方向一遇而起 看我斩下你的脑袋 倒在地上的炭治郎 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一个全新的新春全家桶 狂吃了起来 一边还往嘴里塞东西 还不忘给一只猪鼓励 大雅 一只猪 是你的话绝对摸满台呀 然而炭治郎鼓励的话刚刚说完 大雄手一摆 啪的一声 就轻轻松松的把一只猪甩到了天边 画作了一个小铁眼 看到一只猪如此的不堪一击 炭治郎 哎 炭治郎被全家桶咳住了喉咙 他咽住了 被炮到天空的一只猪 发出了如同灰太狼一般的宣言 我还会回来的 说完这句话 一只猪咚了一声 倒在了地上 砸了深山老林里面 还是脑袋埋进地里的那种 好不容易一只猪从倒在松的状态里出来 他盯着一个巨大的包包 迷糊地摸着头说 好疼啊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时旁边有个人回答了他 你来了 我等你已经很久了 这个神秘的黑色的人 到底是谁呢 这个神秘人就是唐僧 看到一只猪野猪造型 他直接把他认成了他的徒弟 大姐 大姐 你黑了 也瘦了 是最近伙食不好吗 一只猪无语地看着被绑在树上的和尚 脑袋一团乱麻 唐僧看到一动不动的一只猪赶忙催促 看什么看呀 没看过帅哥吗 快给为师松绑啊 吃了你哦 这个唐僧很凶残的样子啊 所以一只猪从此便踏上了西千取经的道路了 故事二 蜜蜜想把那一世界相遇 她一个樱花飞舞的春天 蜜蜜和闺蜜结伴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路上欢声笑语 蜜蜜也仰起了嘴角 大家都说 我的笑声像引领一般约耳纳 说到好笑的地方 蜜蜜忍不住无嘴 发出了清脆的笑声 然而她的笑容很快就嘎人而止 一种巨大的悲伤和失落 萦绕在心头 迟迟惨不去 虽然是称赞 但是听到这话时 不知为何总是会感到非常悲伤呢 她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画面 比如这只沾满了鲜血的刀 比如一个温柔的怀抱 这让她感到莫大的悲哀 好像胸口抹出碎掉了 却找不到添补的方法 蜜蜜低落的垂下眼脸 然而下一个 眼睛却突然放大 似乎看到了什么不敢相信的东西 是一个男生 他咬着一头半长的黑发 手里那只手机快步走了过来 似乎马上就要和他擦肩而过 蜜蜜突然停住 甚至一震 往后退了半步 他的两个朋友疑惑地看着他问 乖 怎么了 蜜蜜没有回答 他感觉到自己胸口弥漫着的悲伤 好难受 好难受 心脏像是被撕裂了一样了 他是谁啊 这个时候 蜜蜜已经再也看不到 除了眼前这个男生以外的所有人了 眼前男生低着头玩着手机 就要从他的身边走过 他的心砰砰砰的狂跳 难道要再一次错过彼此了吗 按理来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对方啊 可是为什么会用再一次这个作业呢 男生踏着肩膀走过去 蜜蜜的眼睛不知不觉中 已经淌满了泪水 他的脑海中再一次不受控制的 浮现出了奇怪的画面 在脑海里 他终于看清楚了 那个抱着他的男孩子的脸 是那样的温柔 一 一 一黑先生 果一是神差一半 他脱口而出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 熟悉是因为在无数个梦里 他都呢喃过这个名字 陌生是因为每次梦醒 他都不得不失落地承认 也许这个名字只是他幻想出来的 然而喊出来之后 那个男生惊讶地抬起了头 有所感应一般回过了头 男生的脸上染上淡淡的红韵 果然又温柔又害羞的一黑先生啊 密林回望过去 还有这一头樱花色的浪漫长发 在春日的映照下 比飞舞的樱花更加好看 然而这个好看的人 适合微笑大笑的人 此刻一时泪流满面 盖鲁斯 一黑也不由自主地 喊出了梦中的名字 与梦中人相会 而对方也同样地认识你 世间还有比这更让人满足的事吗 故事三 探知郎投赶香奈呼换衣服 香奈呼在房间里说 在吗 听到声音的探知郎连忙走了过来 从门外抬了半个身子 香奈呼叫我啊 正在换衣服的香奈呼 疑惑地看着门口出现的探知郎 发觉香奈呼在换衣服的探知郎 觉得自己大概是犯错了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蝴蝶人 朝着探知郎攻击了过去 他似乎想要狠狠地 教训这个偷看女孩子换衣服的流氓呢 被当方面狂揍一顿的探知郎 哇哇大叫 但是完全不敢还手啊 当然 面对武力之强大的重铸 探知郎也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呢 懵懂的香奈呼 似乎愣住了 保持着穿衣服的动作一动不动 探知郎的求生欲 让他连忙解释 怎么说呢 我并不是那么打算的 我的人可不觉得自己看错了 他伸出两根漂亮的手指 目标是探知郎的眼睛 他可不想听探知郎解释 既然对方敢偷看 那么肯定是不想要自己的眼睛了 故事四 练义性手狼死了 鬼杀队是保护者 鬼杀队中的柱 更是保护者中的保护者 在无限列车上 严重练义性手狼 为了保护列车上的所有人苦苦支撑 在太阳出来的时候 立即而亡 他的死甚至让对手都感到遗憾 好战的一窝座 希望他变成鬼 与他再叫高下 此后 他满是伤痕的遗体 被轻轻泛到光幕里 然后轻轻地盖上了白布 装着遗体的棺木 被送回了炼狱深前的家 由他的弟弟千兽狼保管 鬼杀队的后勤队长 归坐在千兽狼面前 遗憾地告诉他事情的进攻 炎柱大人 从双轩会的手上 成功保住了两百余名乘客 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务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能仿入狮子般勇猛的战斗姿态 是鬼杀队的骄傲 请戒哀顺便 千兽狼忍住了内心的悲痛 去了鞠躬 礼貌地说 有劳你们费心了 队长知道再劝他也没有用 长通只能靠时间来抚平了 向门外的队员说 又把遗体搬到这儿来 关木被安排在了房间的中央 队长向关木说了声 失礼了 然后缓缓地推开了关木 悲痛的千兽狼 看着队长的动作 等到快打开的时候 不忍地闭了闭眼 他还是无法相信 自己的兄长居然会这样离开自己 队长突然进户 千兽狼抬头有些惊讶 怎么了吗 队长支支吾吾地说 没有 不好意思啊 那个嘴巴有点支开 可能是在搬运到这里的路上 关木摇晃造成的 千兽狼忍住悲痛 看向了兄长的仪容 无声地落下泪来 仿佛 小小的 在微笑一样 队长也赶上了闭上了双眼 想必是回到老家 知道安心了吧 千兽狼 千兽狼用手扶住棺木 不知不觉 自己已是泪流满面 兄 兄长 千兽狼的脑海中 还是兄长鲜糊的样子 兄长是那么爱笑 那么温柔 就像太阳的一个人 兄长 欢迎回家 兄长 千兽狼一声声地唤着兄长 就像是兄长还在一样 就像这样做了 就能够得到回应一样 也许兄长真的听见了 若不然 耳边怎么会有那么熟悉 有温柔的一个声音 似乎在说 我回来了 好了 今天的鬼面之人 红人漫画 就看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 点赞 加分享小猪的视频 爱您了 我们的